这张是巴胜盒那边拍的咯 所以有时候累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看一看 短魂也是不错的 其实开始接触相机的时候 是我在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家里有一台傻瓜相机 以前的那个 我还收着的那些 film 这些都是以前拍的 生活的记录 我本身是做小售的 客户服务那边 我比较注重于在情感上的交流 因为产品大家都有 但是如何让客人能够跟着你 其中服务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本身喜欢拍照是因为我觉得 那个照片它可以影响到 如果人家看了那个照片 也觉得很温馨很开心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 对咯 在大学的时候 买的 第一台SRO film的话会比较有期待感 因为你拿去洗 然后你要等凌三天 当我进入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因缘之下加入 就是磁琴嘛 就有机会就去帮忙拍照 那时候 我是觉得对我自己本身的意义 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耐性 首先实际是我 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急性质的人 但是 在摄影这方面你是要等待的 我们磁琴活动有很多嘛 有磁善医疗驾育人文 人文磁善美这方面 我们就有机会 接触到不同的活动 不同的一些人 所以这个也是能够 我觉得可以开拓我们眼见 我是觉得很感动 因为大家核心 就是磁琴人 包括当地的居民 我们就核心这样一起去 打扫整个环境 就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 就希望赶快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 一个画面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冷漠 这位照顾夫 他是一位小朋友 他因为有生病 他所剩下的时间也是不长 这个我们听到过后 就赶快就安排去完成他的 其中一个心愿 在做记录过程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感触的 对我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对你来说可能是 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这个其实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以后 对于每个活动来说 我都觉得 当做是自己的最后一次 觉得人要活在当下 我是人文真善美志工 欢迎加入人文真善美的团队 等你哦